弟兄姐妹早晨蒙恩 大家有否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好像一眨眼 2016年就步入了4月份了 岁月不留人 若我们不把握时间 许多时间可能就流失掉了 当我们在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是过得过且过 漫无目的的过日子 还是我们得着神的意向 方向 知道我们每日生活 都是以神为中心 而自己是被神使用的器皿 在这末日继续将神的福音火出来呢 若我们在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能得着智慧 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刻 都是神给我们尊贵的时光 诗篇90篇10到12节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群世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智慧人必定数算自己的日子 既然我们知道时光有限 我们何必常常因为一些芝麻绿豆的事 而消耗掉我们的情绪以及时间呢 若我们真知道神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会好好管理我们的时间 分秒必争的打着灵战 不足算自己的日子的人 就常常在过浮屠的人生 浮屠的人生不一定是指人干尽坏事 自甘堕落而已 浮屠的人生其实就是指信徒 指绕着世界的动态而活 却对天上的事永恒的事丝毫不在乎 每天若平安无事 就继续关注世界的事 但若紧急的事领到 才会回来关注属灵的事 来寻找办法、安慰 这样子应付生活的信徒 其实就是在过一个糊涂的人生 因为这样的人是天天走世界的路 也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 所以没有为耶稣的在灵 为末日做准备 有一天 当他们突然遇到问题、苦难时 根本不能站稳 必定很容易动摇 失去信心和能力 相反的 智慧人必会数算日子 把握每个时机 为天国而活 因为数算的人就知道 时日不多了 神来的日子近了 不会浪费时间 以及精力去抵触神的计划 有数算日子的人 必定会有方向 神的计划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我们认识福音 接受福音 活出福音 一个没有连接于福音的人生 不能活出神的旨意 我们常说 我们愿意被神使用 但我们的方向常常还是背逆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 却只有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那我们绝对没有能力 活出神的旨意 当我们在数算我们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有方向 我们如何将生命连接于这方向 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不能确实知道 耶稣几时在灵 但我们只要在今天 跟从他 仰望他 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了 若我们今天 有圣灵的感动来顺服他 就不要等到明天 才听他的声音 来顺服他 耶稣今天已经与你同在了 撒旦也虎视眈眈的 今天要吞噬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再单言 期待今日 神在我们生命过程里的作为 所算日子的人 就是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当我们认清方向 来损算我们的日子以后 我们更应该往前看 而不要往后看 许多人因为自己不光彩的过去 总是停滞不前 我们不要让过去 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相反的 上帝叫我们要忘记背后 无论我们过去多么的成功 或是失败 这一切已经是过去了 重要的是我们前面的路 是否愿意奔跑 那天路里程呢 虽然我们不知道 耶稣几时会再来 或是我们几时会被接回去 但是神的美意 是要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按这什么地步行 只要神赐我们一口气 在这世界活着 我们就因这一口气 装备多一点 为人带导多一点 能传多少福音 就去传 趁还有时机 多得取永恒的冠冕 虽然我们很多人 可能已经走完 多过一半的人生了 无论我们现今的状况如何 我们都不要气馁 因为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 只要我们今天开始不浪费时间 神的恩典必定倾倒而下 让我们今天开始 策算自己日子的人 不会突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